陈鸿文表示,听到甲球传闻后,他主动联络球员工会查证,也曾向球团表示愿意签切结书来自清若涉案就赔偿一两亿元,记者称致取涉。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职榜球员陈鸿文今天8日召开记者会会后受访时表示,其实下半年就听到有人谣传他打假球,他愿意和球团签下切结书,如果涉嫌打放水球,就把这些年龄的薪水加码5倍全数退还,金额相当于清台币一两亿元。 据镜周刊报道,陈鸿文提到,他对自己要求很高,所有人都知道他最痛恨打假球,而且自己薪水优渥,知名度高,根本没必要放水。 陈鸿文表示,听到假球传闻后,他主动联络球员工会查证,也曾向球团表示愿意签切结书来自清若涉案就赔偿一两亿元,但领队并未宇诺。 陈鸿文说,如果是球技不如人被解约,他坦然接受,因为职棒本来就相当现实,但他无法接受不时指控摧毁他的形象与清白,目前他仍会进行自主训练保持状态,期待未来能重返球场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